真的是有這麼一回事嗎 來看新莊名全禮徐守隊的剛紹 自從供奉了張玉仙姑的神尊之後 根據當地敵張張文新表示 說也曾起原本位在國小前方 有一條雙叉十字路口 過去有段時間大橋車禍事故頻傳 所以他從彰化將神尊迎回里內 很奇怪的是 明顯這條路段的車禍事件就降低了許多 所以里長還是希望仙姑安坐在此 能夠庇佑往來用路人 行車出入更平安 新莊區名全禮徐守隊剛紹裡面 自從供奉了這尊張玉仙姑的神尊之後 根據當地里長表示 說也神奇 原本位在國小前方的這條雙叉十字路口 過去有段時間大小車禍事故頻傳 所以在他從彰化的聖慶宮張玉仙姑的主廟 將神尊迎回名全禮 希望仙姑安坐在此 祈求生命能夠庇佑用路人的行車出入更平安 我們獨立時 我們這個鄉村路口這裡 經常都有這個事故 大小事故這樣子 所以我們車身民來這裡 我們祖和我們這裡 里民、我們鄉親 大家行車安全 大家都平安所行 正如里長所言 在閒購的坐鎮之下 這條十字路口處的交通事故 真的有明顯降低的情況 連入口處附近做生意的店家都有感受到 我們鎮溝來到這裡 我們這個樓口真的還沒有發生過 有事故的事情發生了 所以我們鎮溝在這裡 讓我們大家平安 這樣就很好了 但是希望藉由媒體報導 里長還是要呼籲用路人行進該路口處的時候 別闖紅燈 請簡直慢行 千萬別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記者黃又賢新莊報導 我會看到 我會看到 那些屁股 那些屁股 我會看到 我們